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江国家公园的解说员肖寒云 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这边 跟大家介绍一下浮沉天险 而浮沉天险也是台江国家公园范围中 西部靠海重要的一个景观之一 那由于台湾的一个地理条件 四面都还海 所以这个海防工作相对的非常重要 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浮沉天险的由来吧 浮沉天险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它是进入浮沉的一个重要门户 而且也是一个天然且险要的一个关卡 那为什么是天然险要的关卡呢 是因为浮沉天险这个地方旁边是陆尔门溪 而陆尔门溪它有一个特殊的地址就是铁板砂 那这样子一个特殊地址对进入的船只来讲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当时的船只都是以木造为主 那这样子一个铁板砂很容易危及他们船身的安全 那据说当时正成功就是顺应的这样子一个涨潮时机 而由陆尔门这个港道进入来成功的打败了荷兰人 而正成功打败了荷兰人 也终结了荷兰人在台湾的一个统治 陆尔门这个地方的由来呢 也是因为这里的沙扇壮士路的耳朵 而且这里也是俯成重要的一个门户 尤其当时正成功由此登陆之后打败了荷兰人 这也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一个关键 而台交内海呢过去这个时期 在这里呢也会有陆尔春朝跟陆尔连帆这样子一个著名景观 虽然现在这样子的状况在这里已经不复健了 不过呢你还可以从后方可以看到这个海浪拨刀汹涌的景色 陆尔门这个地方如果你用台南市区往北走 沿着西边公路再往西行 你就会到达这个地方了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过去浩瀚的台江内海 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区位 但是因为数年来的一个河沙淤积 目前很多地方都已经陆化成陆地 不过这里的居民呢也利用这样子一个天然一个条件 承袭汉人鲜民渡海来台之后 用一些浮蓬式的磕架来做一些特殊的养殖 这也是这里的特色产业之一 由辅尘天险这个地方来遥想汉人鲜民渡海来台的一个情形 有句谚语也流传到现在 六死三流一回头 也足以显现当时汉人鲜民渡海的艰辛程度 那这个地方也同时拥有台湾八景台一六景的一个美名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台江国家公园的时候 别忘了来这里欣赏美丽的落日哦